请各位再下载这个练习档 按右键下载就可以了 下载我这边已经下载下来了 它是一个ZIP档 一样请你再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字词好了 里面的话基本上就会有 总共会有10个题目 这个10个题目 其实本来是证照考试的题目 我拿来当成是我们上课用的范例 基本上也是类似的 其实如果将来你想要去考证照的话 其实它这个概念都雷同 那里面的话呢 我们先从102这一题开始 102你会发现点开来 它这一题的话 提供给你这些东西 包含什么 Images Images就是里面有 总共有三个图档 那我们主要会用到这个图档 叫logo.gif 这个图档会用到 第二个的话呢 所以它放image 第二个的话是data 所以你把data点开来 data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它里面放哪些 今日消息 这些东西 应该是最新消息 那里面 这个是标题 这个是里面要放的资料 将来呢 我们会把它改成 所谓的项目符号 所以最新消息 有这些 这些项目 然后呢 新书登场 有哪些书 比如这个单位 它也卖 大家有些新书出来 总共会有这些书 然后认证课程 有这些 OK 那一样 我会把它做成 那个 这个什么 这个手机的APP画面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主要是做 那个手机 当然不是做网页 基本上这个也可以做成一个网页 只是说做成网页 目前当然呢 在手机上观看呢 其实并不是 那么容易阅读 所以呢 我希望可以把它改 那 其实主要是利用 我刚刚秀的这个 Zenware里面的哪一个功能 其实上面这边会显示出来 叫做 J-Q Mobile 有没有 这个J-Q Mobile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调成 那个什么 传统 因为如果你没有调成传统 你这边 J-Q Mobile 这个面板没有办法出现 没办法出现 那当然你就没办法利用它 帮我把那个网页的画面 变成在手机上观看 会比较适合 那这个时候利用J-Q Mobile 它就怎么样 它就可以帮我把那个超连结 以前都小小的很难点 然后可以变成什么 以后可以变大大的按钮 有没有 一个按钮就一个很清楚的按钮 然后上面还可以加上一些图示 让人家一看就知道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其实会变成很容易操作 那里面的话大概是这样的 我先demo一下 最后做出来的结果 它最后做完的话 我这边有个102做完的 102这个是 这个是列级档 一个是完成的 完成大概就长这样 我们来看 基本上 我把它直接用浏览器打开 其实浏览器打开 就把它放上来就可以了 它就出现了 那你会发现 它如果在电脑上看 会变这么大 按钮太大 那如果说 我希望模拟到手机上的话 我可以把它拉出来 然后把它缩小一下 有没有类似长这样 它其实就有点像什么 在手机上操作的这个大小 有没有 或者平板 平板的话就长这样 你会发现 它其实弹性还蛮大的 它是可以再缩放的 那将来最好是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面 看到最新的结果 那主要我们是希望做什么 第一个 你会看到这上面放一张图 有没有 把刚刚那一张 Image 10的图放这里 然后最新消息 做一个超连结 有没有 最新消息底下不是有很多连结吗 OK 这边最新消息在这里 一个 所以将来点击这个的话 它会跳过去 跳哪里呢 跳这边 有没有发现 就是把什么 把这个最新消息 有没有 它的上面的标题 放到这个网页的 其实它是一个网页 只是说看起来很像APP 如果把上面这个切掉的话 有没有 下面切掉的话 其实就看不出来了 基本上会以为说 它就是一个APP 甚至我后面会教各位 有一个 一个什么 Adobe有一个网站 它可以帮我把什么 把这个网页 打包成一个手机的APP 还真的可以安装在手机上面 的一个服务 所以基本上 我们做完这种 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当然有几个 你可以放在网站上 让手机去浏览 另外一个就是 真的把它打包成一个手机的APP 你会看到这边 可以把这个 把它转换成 类似这样 一条一条的 甚至这个每一个 都有个超连接 你甚至每个都可以 再连接进去 这里面我们没有 做下面的 甚至你可以下一页 让它切到哪页 切到下一个这个 新书登场 然后甚至这边 还有个下一页 认证课程 甚至你可以有个back 可以回到刚刚的前一页 甚至你可以 再回到首页 这应该是要把它改成 回到首页才对 可以回到刚刚的那个页面 就是最早我们刚刚的 这个首页 有没有 回来这边 所以后面的话 我们会利用 102的这个范例 所以待会请各位下载范例档 然后如何把图放进来 然后把这些项目 总共会有三个项目 做成像这个 有没有 有一个黄 这应该是什么 黄 白 蓝 然后上面有图示 下方会有标题 这个叫net bar 中文意思叫导览列 底下的话呢 你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叫list view list view的话 中文意思应该是什么 清单吧 就是清单检视 OK 类似长这样子 然后呢 每一个都可以连接过去 有没有 OK 那这个要怎么做 请各位先试着把那个 这个范例题 范例题先下载解压缩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要再来 利用什么 这个dreamweaver来开启 所以开的话呢 其实特别之后 开一个新的档案 不过特别之后 第一步 请你先不要开新档 因为呢 理论上我刚刚讲 你如果要建立 那个网页之前 一定记得 要把它放在网站里面 所以如果没有网站的话 你将来会是散乱的 所以理论上记得 如果你要建那个 网页之前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先建一个网站给他 如果没有一个网站的话 你这样到时候存档会有问题 所以第一步 先新增网站 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细节部分的话 你们也可以稍微参考一下 我云端白板上面的 那个APP设计 云端白板 然后 然后 这边就会有一个 那个什么 这个102APP 那这边有个讲义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这个讲义的步骤 大概 待会我们按照这个步骤来做 你只要做 不要有出错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OK的 那最容易犯错的 就是这个 怎么讲 上面的那个程式 可能会 只要一个地方做错 它显示就会错乱了 还有增加图示 背景颜色 等等的修改 完成就长 长像这样子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吧 画面先还给各位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 把那个 范例档案先解压缩 然后 102部分的话 另外的话呢 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的这个讯息 那待会我们要来看一下怎么样利用那个Dreamweaver这个软体 建立你的第一个简单的APP 那这个当然步骤其实还蛮繁琐的很容易就是一个地方做错后面就会跟着全部错 所以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要按照那个步骤来做 试试看哦